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日2月份在钓鱼岛海域进行了物资空投演练 同一天 中国军舰和战机都出动进行了监控 美日原计划进行的人员登岛空降演练 为什么会怂了呢 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 这种演习训练 好像是给日本壮了胆 撑了腰了 实际上当初的时候 美国和日本就是在钓鱼岛附近要进行搞训练的时候 他们商定的 美国是要投送散兵的 就是要空降部队 要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来进行演习的 但实际训练的时候 美国没有人员 只是一些装备 比如说物资 比如说像油料 或者是一些设备 它通过空投的方式给扔下去了 它进行这样训练 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其实美国的这种训练完全是为了挑拨中日之间的关系 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在钓鱼岛这个区域 是中国和日本有争议的岛屿 因为钓鱼岛你要看那个地图 钓鱼岛 然后旁边黄尾玉 赤尾玉 更小的这个岛屿 过去美国是拿着这个钓鱼岛当什么呢 飞机投航弹 水平投弹 扔炸弹 看扔的准不准 他拿钓鱼岛是当这个靶子来炸的 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就建立外交官以后 他就把这个钓鱼岛的这个托管权就交给了日本 实际上它是应该交给中国的 实际上这就埋下了隐患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是日本说这是尖格类群岛 是属于日本的 那么我们就说这是钓鱼岛 是属于中国的 当然台湾也是说这个钓鱼岛 他们管它叫钓鱼台 这个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我们对这个钓鱼岛是拥有主权的 但是日本搞了小动作以后 就是把它所谓的国有化 所谓弄了一个够岛的闹剧 那中国针锋相对 就是你宣布所谓的国有化 我不承认 我现在告诉你 钓鱼岛的领海基线在哪 然后往外推是12海里 然后再往外推啊 这个是24海里是这个皮联区 然后是专属经济区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海警船啊 在它周边进行这种啊 就是巡逻吧 既然如此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又在钓鱼岛附近来进行演习呢 那显然美国是对日本的这个态度是保持一个支持的态度 正是所谓什么呢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因为他知道我在这块搞了演习啊 虽然我投的是这个物资设备 我没有投人员 但是呢 毕竟这是中国的领土 你是在中国的领土附近搞这样一个军事演习 是和日本的自卫队搞这样一个联合演习 那你不就是有意识的挑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吗 所以我们要看到美国他之所以不投兵啊 因为你把这个人万一要扔到岛上 你不是侵犯就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土了吗 所以他投的是装备 投装备 他万一要扔到岛上 他可以说哎 风刮的 或者气象原因 我不慎 我在扔的时候啊 这个伞飘到那儿 我不是有意的侵犯 但是他这个举动啊 实际上是在向日本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 哎 就日本好像有恃无恐啊 哎 这美国支持我了 所以我就要大肆的宣传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美国是在这个世上 想制造时端 想挑起就是中日之间的新的矛盾和冲突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